音樂演奏響車夜空 這裡是雲林的抖六圓環 縣府自酬3800萬經費修復後 要將抖六圓環變成縣民的打卡熱點 清朝時起就代表我們抖六對外的一個門部 可以說是在歷史背景上面非常重要 也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們跟抖六施工所 聯合打造抖六圓環 五顏六色的水木光雕在夜晚更耀眼 縣府邀請知名聲光設計專家 謝民勳擔任藝術總監 讓抖六圓環蛻變再生 水舞搭配小城故事生日快樂歌等音樂 用耳熟能詳的旋律 每月兩次幫民眾慶聲 抖六圓環本身就像一個蛋糕一樣 所以每個月的初一跟十五 晚上八點 我們就在這裡為大家歡唱生日快樂歌 這個地方已經變成 大家走路上步運動休閒的地方 白天水舞夜晚多了燈光音樂 聚集人潮帶動地方 活化抖六圓環 帶給居民新體驗 新風貌 記者廖文斌 英明報導 也會說明明天安平